各位网友,大家好,我是美国黎叔,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件,清雍正磨印卷草花卉杨红仙鹤受陶团纹半脱胎茶园。 本藏品小茶园撇口、身负、圈足、清零娟秀、清薄细腻、右色亮丽清新、通体白又脱胎、外壁磨印卷草花卉纹,以三面开窗绘一支栩栩如生的仙鹤和两支仙桃纹,仙鹤和仙桃绘在一个圆形的圈内,为之仙鹤受陶团纹,有象征长寿的意思。 茶园笛款为蓝料送体雍正粘制双形四字款。 类似品种台北故宫有存是一件以陶纹为落款边框的发廊彩茶园,也应于此件都是造半处为雍正帝兽弹特意制作的贺寿礼物。 清代雍正朝瓷器精华内敛,颇具风骨,既有别于康熙时代的粗犷大器,又有别于乾隆时代的精工巧思。 雍正仿骨词代表了此意时期制词的最高水平,成画瓷器秀雅轻易,雍正皇帝尤为喜爱,清工造半处档案中有多处记载,其以成画瓷为母版的烧造制意,此件藏品即为此类器的杰出代表,可与成画器相知比美。 雍正发廊彩瓷主要使用精致的白瓷器。 所用的白瓷器有从景德镇成批烧造好后送到清工的,也有直接利用宫中就存的脱胎白柚瓷器。 发廊彩瓷的特点是瓷质细润,材料凝重,色泽鲜艳名利,化工精致。 制作这种专供帝王和赏赐宫廷贵人赏完的发廊彩瓷极度废工,不可能有很大发展,乾隆以后就销声匿迹了。 此件智势之小,即磨印,杨红彩绘于一体的装饰方法,在雍正发廊彩瓷器中极为罕见,颇为稀有珍贵,传世难得。 鉴别要点,一,白柚脱胎工艺现今失传,无法仿造。 二,杨红发廊彩料,在显微放大200倍下,清除可见团纹内部红色的多坑洞,可分别观察到未溶解的红玻璃颗粒与金微米颗粒,后人仿制没有这种现象。 三,抵款蓝发廊彩料的鉴定,用手触摸会有凸起感,后人无法仿制这种机理效果。 这是台北故宫馆藏雍正发廊彩瓷的蓝发廊彩料抵款,我们进行对比一下,形状极为一致。 价值参考,目前没有查找到类似的拍卖品种,无法参照。 本期古词属经兆堂艺术旗下的淡月阁珍藏。 汉有淡月品评人物,今有淡月品评古词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下期见。